上海迪士尼在被投诉,两个汉堡200多,游客疯狂宰客,现在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,就很喜欢到处去旅行。 说起来,上海迪士尼是大家非常喜欢和向往的一个游乐园,而且一说起迪士尼,其实很多网友对迪士尼是非常喜爱的。 在最近呢,上海迪士尼可以说是一直在被投诉,而且一说起上海迪士尼,很多网友吐槽游乐园不让自带食物。 不过,大家除了对禁止自带零食有些意见之外,其实对迪士尼里面的视频物价也是有很多意见的。 就比如有网友表示,在迪士尼两个汉堡的价格都要200多,比外面的物价要高很多倍,而且不让自带食物,所以就给大家造成一种强制消费的感觉。 自然大家对迪士尼的印象就不是很好。